截至8月25日 美国十年期国债民意利率也已突破4.31% 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破2.6% 中美利差已进一步扩大至170个基点以上 最近半年来 来问询美国楼市的中国买家越来越多 有些时候险些变成了抢房大战 美国房地产公司Centermac Realty经纪人严谨说道 有些人在房屋开放日前一天就早早蹲点 有人不断提高购房现金比例 有人甚至为卖家手写购房情书以表诚意 总之大家为了买房真是花式百出 中国买家在美置业的需求增大 也让严谨的工作时间不断拉长 不仅如此 他业务覆盖的地区也不断扩大 像我之前主要负责洛杉矶老化人区 但现在业务范畴都要扩展到整个加州了 最近有一次我带客户看房 甚至都有点像带客户来加州观光旅游 来问询的人多了 需求也自然多种多样 有购置资产安家的 有纯粹为了投资的 这需要我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房产投资策略 他说 这仅是中国买家在美购房激增的缩影 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NAR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2年4月到2023年3月 大中华地区及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再次成为美国楼市购房者的最大海外来源地 在所有海外买家中 购房量占比达13% 较一年前提高了一倍多 这也是时隔三年后 中国买家再度重回购房量首位 截至8月25日 美元指数已连续多日占上103关口 去年10月曾逼至113高位 美国十年期国债实际利率 已接近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强美元高利率环境下 中国买家却重返美国楼市 从购房总额方面来看 2022年4月到2023年3月 大中华地区仍是美国楼市最大的海外买家 购买总额达136亿美元 不仅如此 大中华地区买家购买房屋的中位数 即将某个地区的房价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取中间价位的房价作为中位数 价格为72.32万美元 几乎是美国房屋中位数价格的两倍 大中华地区买家购买房屋的平均数价格 123.45万美元 这与外国人在美国购房的走势相伪 上述数据还显示 在截至3月的12个月内 外国买家购买的美国住宅额达533亿美元 同比下降9.6% 外国买家在美国购房量降至2009年以来最低 美国基因房产投资公司执行合伙人陈月武认为 住房市场是最直接受到美联储高利率政策影响的经济领域 高利率环境挫伤了美国楼市需求 但同时也减少了美国楼市供给 进而导致美国房价小幅调整 美国楼市和美联储政策是一个互为影响的关系 一旦美国楼市使美国经济衰退迹象加剧 或威胁金融稳定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会有所放松 如果按当前市场环境推算 美联储或在2024年初开启降息周期 房贷利率将从高处回落 这将有望带动美国房地产市场回暖 他说 在洛杉矶居住了20年的地产经纪人 Remax 瑞卖地产的肖兰 Gloria Shaw 表示 美联储加息 降息对楼市影响很大 与此同时 也应关注美国经济对楼市的影响 如果衰退来临 则有可能引发断工潮 不过 整体来看 由于野行给房屋贷款都设了若干的限制 目前再次出现大规模次贷危机 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 中国买家激增 横向对比 2022年4月到2023年3月 从购房数量角度来看 中国买家在外国买家的购房量 占比约为13% 高于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11% 和加拿大10% 不仅如此 如果与中国人口数量相近的印度比较 中国买家的这一比例 要比印度买家高出6个百分点 其他外国买家的占比均不超过3% 纵向对比 这也是中国买家在2020年后重新成为美国楼市的最大买家 2021年 2022年 在外国买家中 中国买家在外国买家的购房量占比仅为6% 如果拉长时间轴来看 中国买家占比最高值出现在2014年至2015年 达16% 在2020年后 这一比例逐年下滑 从购房价格角度来看 中国买家在美购房的平均数与中位数价格均为海外买家中最高 分别达123.45万美元和72.32万美元 相较而言 墨西哥买家在美购房的平均数与中位数价格 仅为44.88万美元 27.81万美元 从价格指标上来看 2022年4月到2023年3月 中国买家在美国的购房总额达136亿美元 约是去年及前年同期的两倍三倍 不过 仍较2017年的317亿美元峰值有不小距离 不仅如此 近年来 中国买家在美购房的平均数与中位数价格亦逐渐走高 2020年至2022年 中国买家在美购房的平均价格分别约为62万美元 71万美元和101万美元 以此估算 目前中国买家在美购房的平均数约是2020年同期的两倍 2020年至2022年 中国买家在美购房的中位数价格约在45万美元至47万美元之间 是当前中位数的六成左右 在严禁看来 中国疫情政策优化后 问询在美之夜的中国人 的确越来越多了 他经营的诺亚加州洛杉矶房地产 NOWAR的微信视频号的粉丝量便是例证 仅过去一年就增长了80% 加利福尼亚州成了中国人在美国购房浪潮中的最大受益者 他仍然是中国买家最喜欢的购房目的地 数据显示 33%的中国购房者将购房地选择在了这里 佛罗里达州 德克萨斯州 纽约紧随其后 分别达16% 8% 6% 不仅如此 抢购新房 中国买家这一传统热情 亦没有被击退 中国买家很喜欢买新房 一些2000年以前建的房子 他们都不太看了 在美国 2000年以后建的房子其实并不多 这些都可以被看作自新房了 美国很多房子都是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建的 大约都有一百多年历史 延契说道 值得注意的是 当需代替投资是中国买家需求的一大转变 每10个中国买家中只有一个是纯粹作为投资而购房的 这与21世纪十年代中期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2023年 典型的中国买家不是来自海外的投资者 总部在吉隆坡的亚洲房产科技集团的 居外IQI联合创始人兼集团首席执行官安萨里 Kashif Ansari说道 大多数中国买家都是为自用而购房 无论是主要住宅 度假屋 还是学生公寓 现今买房占比提升 截至8月25日 美元指数已连续多日 站上103关口 去年10月曾逼至113高位 截至当日收盘 在岸市场人民币对美元及其官方收盘价暴7.2884 较今年年初贬值4.62% 离岸人民币CNH及其暴7.294 亦较年初以来大幅波动 进入5月 在岸离岸人民币再度开启贬值行情 且已跌破7.3的整数关口 截至8月25日 美国十年期国债实际利率 已接近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十年期国债民益利率 也已突破4.31% 西2007年11月以来首次 中国央行二次降息后 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迅速下破2.6% 截至8月25日 中美利差以进一步扩大至 170个基点以上 强美元高利率环境下 中国买家为何重返美国楼市 以利率为例 在美国房贷利率上升 为买家增添了多少负担 延庆对此算了一笔账 如果买家目前想购买一套 总加100万美元的房子 以20%的首付金额 7%的房贷利率计算 每月大约还款5300美元 如果算上地税 保险等额外成本 每个月供房的成本 要升至6300美元左右 相较而言 当美国房贷利率低至2.50% 同样一套房 即总价和首付比例相同 每月还房贷成本仅在3000美元左右 加上额外成本 约为4000美元 一位中国买家说道 美国楼市的中国买家激增 一大原因在于 美国房价回调较为严重 这位海外买家提供了进场的机会 多年来 美国房价一路走高 现在好不容易回调 一旦出手 就是买在低点 南加州地区 是这一年来 在美国房价下跌最多的地方 平均跌幅达10%至15% 从美国整体房价来看 2022年3月是历史高点 这样的高位 差不多维持到当年5月 此后 涨幅不断缩小 且逐渐形成跌势 延契说道 2023年5月 美国平均房价 同比下降0.5% 西雅图 旧金山 拉斯维加斯 同比下降11% 11%和8% 2022年下半年以来 衡量美国房价的 标普凯斯席勒指数 涨势亦逐渐趋缓 今年4月 该指数同比下跌0.2% 为2012年4月以来 首次出现同比下降 美联储加息 是其背后的主要推手 2022年3月至今 美联储已累计加息幅度达 525个基点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推升至5.25% 至5.5%的22年来历史高点 反映到房贷利率方面 美国房贷巨头 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 房地美8月24日的数据显示 美国平均房贷利率 已升至7.09% 为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严谨看来 从整体买家 而非中国买家角度来看 相较于一年前 美国楼市火爆态势而言 大家的态度比较冷静了 对于当前只有美国房产的 大多数买家而言 他们目前供房的固定利率 都是在3%左右 大家不太可能放弃 这么低的月供利率 转手买一套房贷利率 在6%至7%的新房 NAR数据显示 6月美国乘乌销售总数 年化416万户 环比下跌3.3% 创2009年6月以来的 最低迷销售 7月美国乘乌销售量 环比下跌2.2% 至407万户的6个月低点 当然 房贷还要和收入相比 才能更衡量 房贷成本的变动 一般而言 美国房贷贷款专员 每月放贷额度 不超过购房者收入的48% 如果粗略按照50%计算 房贷者的月工 要达到6000美元 7月收入 则需达1万2000美元 很多美国人的收入是 达不到这个值的 这样就将很多人 排除在美国楼市之外了 言气说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7月 美国居民平均工资 上涨至28.96美元小时 也就是4633.6美元月 在严禁看来 高利率环境下的美国楼市 中国买家不降反增的另一大原因在于 一些中国买家现金流充沛 不易受加息影响 中国买家一般不太愿意 使用大量贷款买房 一是在于 外国人在国外贷款比较麻烦 二是在于 在美华人有更多储蓄 美国本土买家 也不愿背负太重房贷 他们一般 即愿用20%至30%左右的收入还房贷 现在美国房贷利率利率这么高 我实在没有必要去借款买房 前述中国买家说道 我现在要做的是去美元杠杆 NA2的数据显示 2022年4月到2023年3月 47%的中国买家用全现金在美国买房 而美国整体市场的这一比例仅为26% 墨西哥 印度买家的这一比例则为35%和15% 历史来看中国买家现金买房占比 依较往年提升 2020年 仅有40%的中国买家用全现金在美国买房 NA2并未披露 近一年中国买家在美用贷款购房比例 但从往年数据来看 在美国本土贷款 是中国买家仅次于使用全现金买房的方式 从银行角度来看 大型银行的房贷放款步伐亦有所放缓 路透援引最新调查显示 截至目前美国抵押贷款申请量 将至28年来最低点 美国银行监管文件的数据显示 2022年 花旗银行仅发放了全美抵押贷款的0.3%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则在近日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我们不会在账簿上发放大量廉价的抵押贷款 在美置业风险几何 在美购房置业是一笔好的生意吗 在一些中国买家眼里 这很大程度取决于美国房价走势 许多海外投资者还是认为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相对稳定 主要的考量还有现金持有量 回报率以及房屋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肖兰说道 美国贷款利率高企背景下 贷款买房是否划算 要根据房价下滑比例 贷款比例来看 一位中国买家说 即便贷款买房 我们也不会全额贷款 还是要采用一定比例现金购房 况且 华人最喜欢的加州地区房价跌幅较大 即便采用一些贷款 也具有低成本优势 汇率虽然面临压力 但准备买房的人 肯定不会现在换汇 他们本身也有一些美元资产 这部分风险相对可控 此外 亦有美国房产经纪人表示 目前 在美国买房贷款利率 虽然升至7%以上 但对于信用分好的买家 仍有可能获得6.5%的利率贷款 此外 美国本土亦有重置抵押贷款的操作 比如 现在一些买家 虽然以较高的利率贷款 但过两年 可以在银行重新再做一个 美联储不会一直保持 高利率水平 当利率降下来后 买房者的还贷成本 也就降下来了 目前 已有诸多机构 看好美国楼市 Corelogic 预测2023年 美国平均房产价格 将上涨3.7% 北卡罗兰纳州 亚特兰大 达拉斯等地区的房价 在2023年 将上涨大约5%至10% 高盛则将2023年 美国全年房价预测 上调至上涨1.8% 此前为负2.2% 一些大基金 也在积极加仓 美国地产行业 巴菲特旗下 伯克希尔 哈萨维公司 披露的13F报告显示 巴菲特二级度 新建仓的三只股票 都来自房地产行业 分别是美国销量 最大的房屋建筑商 DR Horton 以及房屋建筑商 NVR Lenor 在陈岳武看来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 美国人口增长了近60% 这意味着 美国楼市需求 也应增加相应比例 不过 近几年 美国新房建成量增长缓慢 这为美国房地产市场 带来了一定供给缺口 NVR数据显示 目前 美国二手房库存 约为100万套 而疫情前 二手房库存 接近200万套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 7月该国独立屋新屋开工量 环比增长6.7% 但骏工量增幅较小 此外 从中长期来看 在美之夜的一大风险在于 当前高利率环境 是否会令美国楼市承压 并加大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 是否会影响美国的金融稳定 此前 鲍威尔变坦言 房地产的确也是影响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很大的方面 不过 他也表示 当前美国楼市环境 可能不会影响该国金融稳定 与上一轮次贷危机相比 我们在这个周期内 并未看到大规模的不良信贷 现在的贷款机构 对住房信贷的管理要谨慎得多 所以 当前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目前看来 不存在金融稳定性的问题 他说 陈月武也认为 上次次贷危机的问题在于 低利率环境 催生了美国楼市本来没有的需求 当金融环境变化后 就催生了较多的不良贷款 从当前美国楼市的情况来看 高利率目前仅出清了投资客 从整体环境而言 美国楼市仍是健康的 并不对金融稳定构成挑战 现在美国银行向购房者贷款 还是非常谨慎的 在硅谷银行倒闭后 银行放贷的趋势是收紧 而不是放松 他们要查你的收入 信用分 还要做背景调查 只有这些都合格后 银行才会发放 30年期固定利率贷款 严济说道 2008年的时候 很多银行把贷款给了信用分 很差的人 形成了很多坏账 当时还是浮动利率 因此购房者还款金额 很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影响 但现在的环境 和2008年差别较大 今年二季度 美国银行业 报告了189亿美元的贷款损失 该数值较往年有所上升 其背后的推手 并非居住地产行业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银行业一半的贷款损失 来自信用卡 达107亿美元 不仅如此 从最新财报数据来看 今年二季度 售息差空间较高因素推动 美国头部银行业绩 还超过预期 摩根大通 美国银行 富国银行的营收 分别同比上升 34.48% 11% 20.49% 锦花旗集团的营收 越有下跌 本轮加息周期中 美国银行业的静息差 已经从2022年一季度的 2.54% 大幅升至 今年一季度的 3.31%附近 非常好 8%附近